立法院三读通过修正洗钱防治法 公告日期 中华民国112年5月19日 资料来源 资法务部网站选择编辑 正确文字以总统公布为准 第15道一条无正当理由收集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之账户 向虚拟通货平台及交易业务之事业或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申请之账号 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获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 一、贸用政府机关或公务员名义泛之 二、以广播电视、电子通讯、网际网路或其他媒体等传播工具 对公众散布而泛之 三、以电脑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制作关于他人不实影像 声音或电磁记录之方法泛之 四、以契约或交付对价使他人交付或提供而泛之 五、以强暴、胁迫、诈述、监视、控制、引诱或其他不正方法而犯之 前向之未遂犯罚之 第十五到二条 任何人不得将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机构申请开立之账户 向虚拟通货平台及交易业务之事业或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申请之账号交付 提供与他人使用 但符合一般商业、金融交易习惯 或基于亲友间信赖关系或其他正当理由者 不在此线 违反前项规定者 由直辖市、县市政府警察机关财处告诫 经财处告诫后与五年再违反前项规定者 一同 违反第一项规定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获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 一、契约或收受对价而犯之 二、交付、提供之账户或账号合计三个以上 三、经直辖市、县市政府警察机关依前项或第四项规定财处后 五年以内再犯 前项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应依第二项规定 由该管机关并与财处之 违反第一项规定者 金融机构、虚拟通货平台及交易业务之事业 及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 得对其以开立之账户、账号 或与开立之新账户、账号 于一定期间内暂停或限制该账户 账号之全部或部分功能或禁与关闭 前项账户、账号之认定基准 暂停、限制功能或禁与关闭之期间 范围、程序、方式、作业程序之办法 由法务部会同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 警政主管机关应会同社会福利主管机关 建立个案通报机制 予依第二项规定为告诫处分时 躺之稀有社会救助需要之个人或家庭 应通报直辖市、县市社会福利主管机关 协助其获得社会救助法锁定社会救助 第十六条 法人之代表人 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从业人员 应执行业务犯前四条之罪者 除处罚行为人外 对该法人并可以各该条锁定之罚经 犯前四条之罪 在侦查及历次审判中均自白者 减轻其刑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或第十五条之一之罪 于中华民国人民在中华民国领域外犯罪者 适用之 第十四条之罪 不以本法锁定特定犯罪之行为或结果 在中华民国领域内为必要 但该特定犯罪依行为地之法律不法者 不在此限 中华民国领域外磯